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陳之敏 隨著元宇宙概念大業,ARVR技術再度引起關注 事實上,這類技術早就融入在教學之中 由本地科企就利用ARVR技術 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開發互動教材 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今集請來ASHA兩位共同創辦人陳浩昇和黃潤華 講解他們的教學方案,歡迎兩位 謝謝,hello 我想知道,其實SEN學生的學習需要和普通學生的學習需要 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應該這樣說,香港的Defined SEN即是特殊學習需要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的學生 基本上有九種 當中亦有不同能力程度 例如Cumlin就是中興度自在 但是On top of that 其實最大批反而是自閉 還有那裏會有症的小朋友 其實Bi research 就是50個女孩 就會有一個小朋友 會是自閉症或者是ADHD On top of that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普通的智力 跟其他小朋友都沒有太大差異 但是反而可能在行為和情緒的波幅 或者情緒的認知上面 就會跟一般的小朋友 譬如他控制他的情緒智商等等 是會有些不同的 另外譬如說一些可能 即是說不同種類 譬如一些讀寫障礙 也都有分中文讀寫和英文讀寫障礙的學生 也有最新的一些可能是受學習困難的 那這類型的學生 可能就是中英授這類型的學習 當然要看看是什麽類型 當中其實他可能那個學習的程度 對於他們來說 都要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甚至可能讀書的時候 或默書 都要多些時間他們去做的 就一直有不同類型的需要 所以就分為九大種 明白 那你們公司的產品 就是主要是針對SEAN 那我想知道其實你們的產品 是可以怎樣幫到這一類的學生 譬如說我們最新 譬如我們有的一套 這套這樣的AR圖書 那這個呢 我們就做給自閉正義的學生 那最主要就是透過我們一個AR App scan這本圖書的時候 就介紹到其實究竟 一些我們叫做正向情緒 或者比較抽象一點的情緒概念 怎樣透過一個故事模式 或者用AR props 我們用一些叫做Facial Stimulation 即是中文名叫做視覺刺激 那透過其實它3D pop的時候 就有一種強一點的視覺刺激 那吸引自閉正學生 就去了解其實這套正向情緒 可能抽象一點 可能複雜一點說感恩的 那感恩究竟是一些什麼的情緒呢 那我們就透過一個AR的3D故事 去介紹給它 將一些抽象的情緒 就3D立體化 就讓小朋友更加容易明白和了解 這個其中一種 另外我們也拿了一個ICT Award 就做中文讀寫章外記 那兩種大肌肉記憶 就用一個 譬如前面的screen 寫著一個大字 這樣寫著大字 但是前面呢 就將一個感應器 讓小朋友 一直看著那個screen 原來要跟著大字去寫 那用一個大肌肉記憶 加深其實它是對於中文的報仇 不合不順的了解 那其實你們是怎樣去評估這件產品 是否真的對SEA學生是有用的呢 那當然要跟很多專家 或者專門治療合作 那當中譬如我們 在我們公司來說 我們都可能 All the time 要跟大學的教授 和前線譬如可能 跟資料治療 原意治療 或者是一些可能 行為治療的專家 就一起去協助 那就去 Based on 他們的一些 可能instruction 他們當中是 平時怎樣去訓練這些小朋友的 那我就會跟他們合作 那之後就出一套遊戲 那遊戲來說 我們也要做一個pre-test和post-test 就是前測和後測 那就 make sure 我們的遊戲呢 都是有效和有用的 即是你們會是 即是根據一些可能 專家的意見 或者可能是一些進則去 弄了一些教授 那你們是 譬如會不會找一些學生 試用一下 才再真正去投產 那樣 都有的 那當然 我們現在最minimum 即是如果你要出一個 我們叫做EPP-based 即是Evenant-based Practice 一個實證有效的 最至少要有25個學生 哦 即是你每樣的產品都會經歷這個 是的 當然應該要有的 明白 那你們會不會是 即是除了你們自己出的一些 設計的一些教材 那會不會是可能 根據一些學校的要求 然後再去幫他們設計 還是怎樣 我們其實有兩個範疇 那第一個就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自己去找一些可能 專家或者我們 我們相信的Advisor或者大學的Professor 一起協助去做 那這件事就屬於我們自己的 那另外我們也有 好像你剛才提到的情況 就是原來本身 學校的老師或者校長他們 本身都有一些Initiative 有一些想法是想做的 那我們都會願意去 即是和他們一起合作 去做一些遊戲出來 讓他們去用的 哦 即是兩類都有的 兩類都有的 明白 那你們現在其實是有 多少學校在用這些教材 那樣 我們現在接近有四十幾間學校都有用 那主力也是一些特殊學校 那我同學的也有些主流學校 那可能也有收一些 我們叫做特殊學校需要的學生 那也有的 哦 明白 那其實你們 即是當初 你們其實最初去找這些學校的時候 因為其實 大部分香港的學校其實都算是比較保守一點 那其實你們當初 有些什麼挑戰 我想挑戰都幾多 第一就是 我想最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 學校的老師其實他們會很著重那個功用性 其實他們不是純粹是想有個技術 即是我們學校用了一些原語罩 或者是ARFN的東西 他們不是的 他們真的很著重學生 其實他們會很著重 學生怎樣去用 是不是真的幫到他們 那變成了 其實我們也都花了很多時間 或者心機 就為什麼會去做一些前測後測 或者你剛才說的一些研究 那樣呢 因為其實我們都要 確保我們出來的遊戲 是真的幫到老師和學生 那便變成了 浪費比較多的時間 就是丟到 instructional design 即是跟老師一起看看 其實他們 平時教學上面有什麼困難 那譬如我們 當初也有出過一些AR的圖書 是講藥常生活技巧的 藥常生活技巧 原來問老師 其實我原來最難 可能都是教去大小二變 因為其實有時候 始終男女有一變 那老師不可能 all the time 都真的帶著學生 怎樣去廁所 那還有有時候 也都不是很適合 就是由一個女老師 教我男學生 怎樣去做一些很細節的步驟 那但是對於這些學生來講 他就真的要逐個逐個步驟 有可能 你說要去廁所 去到真的準備除褲 要拉一個褲鏈 怎樣拉 怎樣關門 去拿一些紙巾出來 其實每個步驟都是要細節的 那這個時候 就是come into 為什麼有一個AR的模式 能夠3D Visual Stimulation 那個視覺刺激感 能夠真是 將一些比較難的 可能用言語去講到的東西 很實在地 展示給學生看 step by step 怎樣去做 然後用這個飛機立體法 也都是更加易明 因為其實可以380速度 那你一陣子有什麼位置 不明白就真的 可能把iPad 移動到本書的那裡 已經能夠容易了解了 另外我想第二個部分 就是除了要有易用之外 或者那個老師實用到之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 怎樣去真的收集到一些 學習的數據的Data 而其實怎樣用一些電子 或者我們一些手機程式 或者用一個web portal的模式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收集到數據 看到其實背後 學生看完了 那之後其實他看幾多次 然後我們有一些小問題 他能不能得到 那就含量回到 其實那個學習成效 他能不能真是學到 那這些數據 其實對於老師來講 才是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很精準地去說 給小朋友聽 怎樣支援到他的 叫做IEP 就是那個 Individual Learning 那個個人學習的體驗 就是老師其實都比較體重 他可以用他的功能性 和他不是真的適合那個 學習分析那樣 是的 那當然我想第三件事 也是就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學生來講 都要覺得好玩 就是他也是 其中一個 怎樣可以吸引到他們 不斷地去用 因為我覺得 就是其中拜訪的一些學校 其實有些老師 都是講得很好 他就是說 現在要想一些 教學的資源出來 要教學資源 其實本身都要吸引 那其實他們 在教學的時候才見到那個學生 真是 真是受益得到 如果不是 都是很傳統的一些 即是本書 平板 一些不是很吸引的東西 其實學生變了 就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之下 其實他都未必有一個 Motivation 在學得好 嗯 其實學生喜歡 都是學校選不選擇用 是的 明白 其實現在疫情 因為疫情都差不多 超過兩年多 其實現在很多就已經轉了 做電子隔壁 其實會不會幫到你們公司的業務 我覺得相負相成 有不好的地方 因為譬如 我們出了很多遊戲 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要做 pre-test pro-test 現在學校也不是說 集分之Welcome 外來人 直接不想進去 對於我們有時候 做一些測試 是有延避的 也是有影響的 但是 同時也都是 我想 對於學界來說 就是多些 要真的思考一下 如何應用到科技 幫助他們教學 這個對於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跟學校的合作 跟校長老師聊天 其實他們會 感覺到那個態度 更加Welcome 因為他們都明白 不是要 跟他們做一個競爭 反而是他們真的 可以怎樣善用到 我們的工具 幫助他們教學 日常的工作 其實學校 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都更加 願意去用這類型 是的 我想也是一個key drive 他們都明白 可能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不能回學 好像今天剛剛我們 突然間又不能回學了 我想 大家都真的 可能要怎樣習慣 一個新生態 明白 好 這段時間差不多 我們待會再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下次見